大家好,我是居住在挪威的欧阳明里 这期视频是拍摄于今天早晨3月29号 然后昨晚下了雪 雪的厚度刚刚让你的车比较难驾驶 所以出车库先生那个左摆右摆的 还是出上不到正轨 刚好呢很幸运遇上邻居 他帮忙推了一把 然后我们就上正轨出门了 邻居这段时间都在帮斜对面人家建房子 就是那个把那个屋顶宣掉的那个房子 就是换屋顶 然后后来他的墙壁都换了 然后他现在正在等待工人来上邦嘛 所以他也就有时间刚好敞一下雪 当时现在雪还没有敞完 然后呢我们就没时间敞雪了 因为是工作日 然后先生一早起来的时候就在家里办公 他送我去看牙医嘛 我约的牙医是9点钟 然后我们8点45从家里出发 在那里被雪 出门被雪卡了一下 然后就觉得时间很紧的 到了那个进入市区的购物区呢 我们就走进路 那是挺奇怪的一条劲道了 就是你走城市下面的那个停车场嘛 就停车场还老大的了 然后你一出来了 就省去了一个红绿灯的位置 然后我其实我到门口的时候 我看是9点还差5分钟 然后我就上去报道 然后我那个护士呢 我一到前台报名 然后护士即刻就把我领进来了 就把我领进去了 然后我就看看他挂了一面钟 但他的钟很奇怪 他显示的是9点10分 我就很怀疑 但是不管他 反正我坐上了这张昂贵的椅子 然后之前 前一年好几年前 我开始了这个 看这个牙医 就他帮我拔掉了三颗 那个痣齿 一星期拔一颗 一星期拔一颗 而且还有一颗是长在牙床里面 他说我 我还挺无知的 我说你拔掉我三颗 我不如成了缺牙老太太了 他说那些牙是没有长出来的 还有在里面里面里面 就是我用镜头都看不到的 就长了一点 一点点牙 就是我看不到的 然后他拔了一颗 就是枝齿 我有一颗是在中国拔掉的 那时候多少十多年前 那是50还是70块拔掉了 然后在这里 光拔一颗掉花到7000 反正是不到一万块 就是拔一颗牙 因为他这个就是横的长在 那个牙床里面 他是要做那种就是切开来的那种手术 然后这个当时做这个手术的医生 比我现在的牙科医生还要高一个级别 然后那个医生拔了最贵的那一颗 然后剩下两颗 大概也分别是4000、5000 就先拔掉一颗吧 然后我今天一年一次嘛 要坐下这个这把昂贵的椅子嘛 然后今天结束的时候呢 是买单是1418克拉 所以我记得它不到十分钟的 然后其中还有就是突然之间想了一下火警 那护士记客就带我出去了 就是莫名其妙 后来也这个火警是开了一个玩笑的 然后这里最少耽误了一分钟 然后整个过程它不到十分钟 然后我就花费了1418克拉 就差不多就是150分钟 150克拉一分钟这张凳子 我觉得老贵了 然后想一下去年的牙医是 花了4700多克拉 那时候也是20分钟不到 它因为是帮我补了三个洞 然后呢这个成人抗牙医呢 政府没补住 所以它价格非常的贵 今天我去的时候 那牙医护士还问我 要不要照那个像 然后现在我想可能照照片是 你可以选择照还是补照 但是都已经约了时间去了嘛 那你就照一下呗 然后 然后就 就是它帮你照了一下 然后再 又钩子在我牙齿里面像这些的刮了刮 有点通 然后摸了一点东西 在牙齿上面啊 收口 走人 就这样子的 然后说一下这边嘛 它剪头发也是的 就是这挪威本地人都说 它都没坐在凳子上几分钟 就说完了 完事了 反正这边的服务呢 它是笑笑的给你 但是人家就是服务这么多 而且你剪头发的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洗头的 比如说剪短发 是500克狼 你自己洗 那么你去剪就是300克狼 叫它洗 它加200 它也不会给你按摩的 你就别想着它会帮你按摩了 然后从幼儿园出来呢 我回到幼儿园 是9点18分 所以就说 我是不够10分钟的 就是看那个牙医 然后路上我 也就这么多分钟了 就到了 因为我还要上班嘛 像我们这种零工 就是你工作 就算钱 你不工作 就没有钱的 所以我今天还要问一下 我的主管 就因为他跟我 昨天我们说好 就是我看我牙医 我就回来上班 然后他今天 我今天看到他给我的时间 是10点钟开始上班 那我就要问他 我9点18分就开始上班了 然后 然后他就叫我 你就写9点18分 但是电脑上是 每30分钟计算的 所以明天我还要去跟他说 我写 我写9点半 还是9点18 可能他叫我写9点半 然后累11分钟 叫我早点回家 估计会是这样 然后 那这里的视频这里 我们就进入停车场了 我们走进入 我们走高速 好 一直从这个里面出来 然后 等一下我们就到了 那个 牙医位置 然后牙医位置之后呢 就有两张图片 就是 超市里面的 护活节的鸭子 小鸡 黄小鸡 然后护活节的颜色 是黄色的嘛 是黄色的嘛 就是 也是一个很明亮的颜色 它也代表着阳光来了 就是太阳来了 所以白天增长了 然后我接着讲吧 因为这里呢 是去看牙医 回来幼儿园 是到9点18分 然后后面 就是没有雪的视频呢 是前天拍的 就是3月27日 我去面试 这个呢 我是面试以后 这里啊 你看 就从那个地下室出来了 那一出来 对面那个房子 就是牙医 大概是195几年 这种房子 还是198几年的 这种房子的建设 我记得我们家乡都有类似的 就是那种 外面是那种小碎石的 小碎石的那种外墙呢 好了 我们回到 等一下就是在 等一下就是在那个牙医里面的一些视频 好 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前天 说前天那个是吗 3月27号我去面试啊 就是他这个面试是我们市政府统一组织的 所有的人是去一个幼儿园面试 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申请了 然后我就去面试了 他给我的时间是10点45到11点15分 然后就是也是半个小时嘛 然后先生也接送我 然后前后个月20和15分钟的驾扯时间 因为我上班是8点半 这家幼儿园就是前天我是在公立幼儿园 当时人家就不会跟你计较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你就去吧 回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听说就是这个面试有一百多应聘者 然后有24个名额 因为我是有挪威幼师资格证书 就是2021年得到的嘛 考到的不是得到的 然后这个证书是找工作非常非常有用的 有给力的一个条件 像我们这种 就是说我语言差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我也能够去上班呢 就是因为你多多少少 在学校就是混了几年嘛 这里护士就叫我进去 我一到前单护士就把我叫进去了 然后我好不容易捞了一点点钱 人家语言条件好的啊 就是比如说你三个月 你就能有挪威语 你就能够跟人家交流了 那么你三个月你也能够得到这种临时工 就像我这种 说是临时就说你没有编制 但是你是他一签合同也是签一年 或者多少个月半年 就是你也是天天上班的那种的 然后呢你语言好 你不需要那个又是资格证 你也可以得到临时工 当时说你如果你要跟我有职业证书的竞争编制的话呢 那么你需要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五年他可以是工作或者是实习的经验 那么你就可以跟我同样有证书的一样去竞争那个职位 然后这些是敲门装嘛 然后剩下就是你的工作能力的竞争 但是我已经在幼儿园做了这么些就是时日了嘛 其实他肯定是你努力工作 那是不用说因为毕竟是有一些 你必须要用你的身体用你的手去去做的 你就要帮小孩穿衣服啊 然后因为挪威天气冷嘛 特别是这种冷天呢 就是说你要帮小孩子穿很多衣服的 然后但是我们的小孩 就是三岁的小孩就训练他自己开始穿衣服的 到了五岁 那小孩是我们基本就不用管他 就自己穿衣服就可以了 就是只要帮他戴下手套的 因为毕竟一个手戴手套不方便的嘛 就是五岁以上的小孩基本上全部可以 全部可以自理了 而且他们出去玩 他们也可以提前出去 都不用怎么管他们的 好然后我又把话题说回来哈 然后我我就是3月27号去面试嘛 然后那两位面试官呢 就挺客气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你们这些移民就 就是很努力 我我我这么多年 我都在这儿熬这个工作 那么你肯定是个努力的人 你肯定是个努力的 但是你的语言你确实比别人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他们都会很正能量的 就是他甚至就是问我一下 你知不知道挪威诱饭法 那我说我知道 我还想再多说几句 他说啊你知道就行了 反正就你那种挪威语 你要说出那些光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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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或者那些那些字 可能你说的你都只能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说你知道就行了 好因为这个问题上一回我去面试的时候说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我就即刻就被刷掉了 然后他的上一次我面试 他就跟我说你的语言能力 他意思就说的很直接 就说没就是跟同事之间还是有沟通 那会有困难的 然后我上次面试就被刷了 再说一次 我一个面试了三次 第一次是视频面试 视频面试一下就给刷掉了 视频面试的那个那个面试官 今天就跟我就是面对面的面试 他一跟我握手就跟我说啊 上次我们是在视频上面试的 反正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就是态度会很好的 而且他甚至说话的时候 他他会在帮助你 就是在帮助你 只要你不要特别的蠢的话 他都是在帮助你 包括我们读幼师的时候 老师也是帮你的 但是那时候 反正我想想我自己也挺蠢的 他们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 就像我们对小孩子的态度是一样的 就是说帮助小孩子成功 帮助小孩子成功 但是这种帮助的成功 它不是你作弊的 你不能就是说 它不是作弊的 而且你也作不了弊的 就是那些东西你是作不了弊的 这种小技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他就是帮助你成功 这意思就是说一种人生的态度 也可以这样说吧 一种就是积极的正面的态度 就是你去面试 他都对你特别的客气 然后呢 再说像这个面试的 他这个临时工和编制的区别 我现在想一想 其实我们经常说那些 因为看新闻一说那些 就是说临时工干的 临时工干的 他反正临时工 就是说你没有编制的人员 就叫临时工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有编制的话 那么你就是你有假期工资嘛 你也有 就是有假期工资 其他都一样 还有请假 你有假期工资 病假工资 年假工资 你都有的 然后临时工呢 就跟你签一个合同 你不知道下一年 他会不会跟你签 因为他可能找到更好的 那就你就 你就退下来了嘛 那就 找到另外一个 比你更优秀的嘛 然后 所以如果你得到了正式的编制呢 那么你就 机会大很多呢 然后再说一下 就是我在公立药员呢 其实他需要三个人 就是我 我昨天才知道的 就是有一个 就是每天跟我合作的 那个那个女孩子 他32岁吧 叫人的女孩子 然后他 现在他是已经 他因为买了房子 然后他就想在 他就在自己工作附近 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所以他会要离职 然后还有一个是 也是挪威人 他也是找到了新工作 要离职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一边读书 但是我都不怎么见他来上班的 要不他就是合同到期了 然后反正有三个位置 然后我们刚好 我们三 我们这个月圆 有三个像我这样的零工 大家都在竞争 看 看结果怎么样 我们谁都不知道 这个 这个就是 护活节的小鸭 小鸡 在商店里拍的 是28号拍的 然后接下来这里啊 这里是3月27号拍的 还是前两天 是没有选 这一条街 整条街都是全新的 就是这两年 你看现在都还在建嘛 但是为了方便 他就开通了 但是没有完全 就是建设完成 这条公路 然后这里我是去面试的这一天 然后面试完之后呢 又回去上班 然后 这是 就是昨天的事情嘛 3月27是星期一的事情 星期一 星期一 反正我们 我们这个部门呢 就是有四个人 四个人照顾21个小孩 他那个编织是怎么样 就是成人和孩子的比例 就是说 通常来说 三岁以下的 就是一个成人 照顾三个 如果是三岁以上 就是一个成人 照顾六个小孩 但是老板也体谅员工的 他通常 比如说我们有四个嘛 四个 四六二十四 那么就应该有24个小孩 但是我们只有21个小孩 他就把一些小小孩放进来呀 就比如说三岁以下的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三岁以下的 其他的呢 还有一些小的就是 他们很快就要忙三岁 但他不会放很多的 就放几个进去在里面呢 这样你就可以只要 四个人照顾21个 就是三岁的小孩 他们还有是有一些 在用尿补的 还有几个小孩要换尿补的 还要午休的 就是还有那么几个小孩 中午要睡觉的 然后这几天呢 我们都是三个人 照顾21个小孩 其实他不是21个小孩 因为经常幼儿园的小孩 总有那么一两个是请假的嘛 你说全部来21个 还挺难得的有时候 然后我们因为有的同事 生个病啊就不来啊 然后我现在呢 跟他们呢就两个同事 就是差了一个人嘛 但是我这几天工作都完成的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工作上是还可以 但是我没有跟父母说什么话 我很少跟那些父母说话 现在越来越怕跟父母说话了 所以就要看 看幼儿园会不会给我机会了 因为像我这种 比如说我已经有证书了 但是我语言还不通过的话 你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你继续熬 你也熬到五年的 那个包括你实习也好 像这种零工也好 就是熬到你五年 那么你也一样可以去竞争 就是那个编制 就是有编制的工作 反正我先生跟我算一下 他说你还差几个月 我自己也算不清的 这么些年来 本来就是老子不太清醒的人 我就算不清 然后他说你还差几个月 但是你别管他 你先去试一下 所以我现在也去面试 也去试一下 然后其实他们这些应聘官 就是大家都相互友 就是他们那两个应聘的 就是市里面的幼儿园的园长 他们跟我们园长肯定是认识的 然后我们园长今年好像是62岁了 如果他做到65岁 那他们还有三年也就退休了 不知道他会做到65还是67呢 然后我要好好表现一下 能不能在他退休之前 在这里捞一个位置啊 唉还说自己努力啊 自己把语言学好了 不然别人想推你都推不动的 真的就是那句话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好今天的视频就得罢了那么多 继续看下面的吧 就是我们城市的油车盒 非常感谢你啊 看到最后 你为什么不想垢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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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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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